法拍它是一個每一年 或是每一個季度 都有統計的一些數據 但你會發現奇怪 怎麼今年上半年房市這麼熱 可是全臺的法拍還黏增了一層 對 就是不過整體來說 我們法拍的移轉量 其實是慢慢從2003年開始 政府有公佈這個 法拍移轉動數的這個數據之後 它是一路往下降的 那降了之後 那在今年相比去年是有一些回升的 去年是有一些回升 今年上半年跟去年的同期相比 是有一些回升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以全國來講 全國大概升了大概10%左右 就是法拍的數量變多了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話是增了一成 對 然後增加比較多的是 在新北還有高雄 對 新北跟高雄的車庫是比較多 這兩個城市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可以再去看下一張 就是我們還有統計就是 到底哪一些 哪一些行政區是增加比較多 但我覺得它並沒有說 這個發生什麼事 它其實是一個數量的表現 例如說第一名淡水 第二名中和 第三名是板橋等等的 好 大家看起來 這個有一個是高雄的鳳山等等 好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法拍移轉量它不等於進入 進入法拍市場的量 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法拍拍掉的 對 它其實是代表 是法拍拍掉的數量 而不是進入法拍市場的量 所以其實大家常常會把 這件事情把它高混 那我們就把這個 歷年全國法拍的移轉量 把它調出來 它最高的是2003年 那時候總共有5萬多件 那現在已經只剩下 大概只剩下三四千件 那就是說現在的法拍 其實跟以前的影響力 大概已經非常的低了 可能不到十分之一了 不到十分之一 但是其實你看 法拍移轉量增加的時候 都是什麼時候 我們把就做一個框起來 一個是2009 一個是2018 其實法拍數量增加之後 其實接下來都是 一波房地產的景氣的變好 是不是一個非常詭異的數字 先蹲後跳嗎 對 你會覺得說 法拍移轉量增加了 接下來反而是一波 房市的量變好 其實回到我們剛剛 一開始的問題 就是它這個數據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是誤用 它是並沒有 你公佈的並不是 進入法拍市場的數量 如果你公佈的是這個 那當然就很多 繳不起款的人 他拿出來變法拍 可是你今天法拍拍 拍定量增多了 代表有一些 會進入法拍市場的買方 其實它是一個 在房地產最資深的投資客 高級玩家 對 高級玩家 它會在這個時候進場 會在2018年的時候進場 它代表它現在 它覺得看好後市 它是覺得 哦 未來會變好 對 那2023年上半年的時候 其實大家覺得 哇 因為房價拉得太快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現在的法拍物件 已經跟市價已經拉開差距了 所以大家開始進場了 所以造成法拍的數量增加 拍定數量增加 不等於進場的 進入法拍市場的數量增加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不要引用錯數據 然後讓你這個判斷失準 不要解讀錯啦 大家會覺得 好像是流入法拍的量 所以現在很多一些 對於房市比較空頭的言論 就會出現啦 你看這個房 這個法拍上半年 你看房市這麼好假的吧 我就跟你說 因為法拍呢 這個年增啊 來到了一成 大家一聽看這個標題 標題會殺人耶 也會動搖很多人的信心耶 你並不清楚 那數據實際代表什麼 那叫法拍的拍定量 政府之後公佈法拍的拍定量 那你真正你覺得說 你想要看 是不是有很多人會繳不出錢 那你就可以去看那個房貸 可以先看房貸的違約率 房貸的違約率呢 如果上升才代表 就很多人繳不起房貸 那現在其實是一個 歷史最低的水準 大概0.07% 對 0.07%而已 所以說你通常要 房貸違約大概經過 大概六個月 甚至一年以上 它才會進入到法拍市場 所以與其觀察法拍 不如觀察這個 所謂的房貸違約率 它可能是一個 比較更明確 而且這個比較早期的一個指標 會比較恰當 對 房貸違約率 不僅是台灣的歷年低水位 你跟國際上的比的話 台灣的這個房貸違約率 低中之低啊 我記得是貼近地板 的一個狀態喔 所以你要說 五年之後真的會有 那種大量的拋售潮 法拍潮 大家會不會有點言之過早 或者是對於這些 使用新清安的人 太沒有信心了 對 我覺得 這個沒有 除非它真的要發生一些 經濟上的一些變動 然後讓大家一定要賣房子 可是現在沒有一個叫 一定要賣房子的理由嘛 我當時候買1500萬 為什麼我現在要用 1200萬賣給你 其實很多 因為房子跟一般的股票 看到不同的地方 就在於說 我就算這個賠錢 我還是可以自己去住 我最差還有自己住的功能 要不然就出租嘛 出租其實 只要我沒有那麼的缺錢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租金 我還是可以cover我的房貸的啦 對 至少為它cover我的利息嘛 所以剛剛說的 所謂的這個寬限期很重要 那當然你說 寬限期過了之後 會不會就是原本的 這個可以負擔的 變成不可以負擔 我覺得問題可以到時候再看 因為其實每個經濟狀況 它會不一定 對 它會不一定 就是如果經濟不好 可能真的會 它工作的 大家失業率大幅提升 它可能會有些問題 但大部分的台灣人 我覺得台灣人的理財 相對於其實很多國家 是相對比較保守 就是都已經很確定 通常都是很確定 我已經付得起 我現在的月息 已經高出於我這個 可以負擔的房貸之後 我才會去買房 剛剛易農哥 標出的這些時間點啊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2003年 好2003年對我來講 或許有點遙遠 可是09年 18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09年的前一年 發生了金融海嘯 所以那個時候應該可以說 它是一個經濟狀況 最差的時候 那我們看到了 09年這個法拍的移轉量 增加了 那您剛剛說增加 其實都代表很多 這種房市裡面的高級玩家 它進場了 那進場了之後 其實它就是看好 未來幾年的一個房市變化 所以有沒有可能 經濟在衰退的時候 當然整個房市的狀況 會比較不好 可是如果我們 由這樣來觀察的話 會發現好像經濟 已經在鼓底開始要尺跌 回彈這樣子的一個時間點 的法拍移轉量 都會大幅的增加 它比較是這樣 就是說 房市往上跳了一波的時候 這時候法拍移轉量會增加 因為這種所謂的投資客 他會看我現在拍的 跟市價差 它比較不是算是預期 未來的房價會漲還是跌 但通常就是漲第一波 就啪啦 跟原本的房價有落差 其實這幾年都是有 2018年正好跟 2016 2007那時候 那時候股底上來 突然漲上來了 那全面上漲這時候 出現了一個價差 2009年跟2008年 那也是有一個明顯的 一個價差出現了 然後呢 今年的上半年的漲風了 所以開始又有一個 價差出現 所以只要每當市場上 有一個價差出現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法拍的移轉量 所以我覺得比較反而是 看就是它是不是 房價有跳漲一波的一個現象 所以 它有點像是 就是股票拉起低跟紅棒 對 沒有錯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 大家說 現在跟市價已經 這個法拍的物件 跟市價已經有落差 市場上因為這個房價資訊 不是這麼的全面 就像股票一樣 它有一個很標準的一個報價 它已經知道說 雖然說法拍現在是20萬 那但是現在已經 房價已經從25萬漲到30萬 價差已經變很大 那我可以多用22萬 23萬下去拍 我現在利潤都還很高 我懂了 我懂了 它就是跳起來的那種感覺 它不管你是因為經濟衰退 還是幹嘛 總之它就是那個 跳起來的價差 投資客秀到了那個價差 開始浮現了 所以它進場先買 即便比現在 可能實價登陸上面來講 過一點點 可是對它來講 它不怕 因為它覺得這是一個起漲點 對 沒錯 是這種概念 好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法拍市場 並不是一般 真的想要自助啊 首購啊 或是一般的民眾玩得起的 我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像我身邊有親朋 他真的有去看法拍 他去看法拍呢 比方說他那時候看民生社區 他就來跟我分享 他說他去研究了很多 法拍的一些規定啊等等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比方說民生社區 以他看的那個房型 還有總價來講的話 市面上面都要大概 假設3,800好了 可是法拍的價格一定低嘛 所以才會吸引他去看嘛 結果他說最後最後 我記得好像二拍吧 二拍的成交價就是4,000多萬 他就傻眼 他說啊什麼意思 法拍結果比實價登錄高就算了 還比原本這個 我去看的這個價格高這麼多 所以後來進一步了解發現 法拍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 也不是一般人買的 是專業的投資客在買的 的確是這樣是不是 所以我們也不建議 一般的投資客 一般的小白 一般的手購組 一般的自助客 來去進入法拍市場 因為你可能玩不了 它是有專業機構在玩的 然後至於說你會擔心以後 法拍量會增加 其實你現在要到法拍 其實是一個很長的一個時間 你到從繳不起貸款 銀行跟你協商 然後呢你還要這個 通常你會先拿出去賣 賣不掉之後才會 進入到法拍 進入到法拍 那個狀況已經是很不好 或是說你就是很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 例如說它可能是共同持分啊 然後大家搞不定 現在有很多這種 就是因為這種 申請法拍的一些案例 或者是說像之前可能 你買了合宜住宅 你要脫手 所以透過法拍來做移轉 就是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目的 所以我覺得法拍這個數據 它不見得那麼的合適 來觀察房市的狀況 可是我們可不可以 從土地交易量來看出說 未來你說很多的大建商 很多的一些有資本雄厚的人 他們開始來去買土地了 那土地幹嘛 也不是一直在那邊養地嘛 一定會蓋起來 那蓋起來如果它蓋的是商辦 如果它蓋的是預售屋建築物 那是人要住進去的 會不會它也代表 某一定的房市的一個未來 我要先說 其實這是一個 一個思考邏輯上的事情 就是說到底建商什麼時候 會拿錢出來買土地 通常是它前一波的房子 蓋完之後賣掉 它手上才有錢了 然後才會下去買 所以它是房子先熱賣之後 然後建商 然後它拿到錢 才開始買土地 而不是它先拿了一大堆錢 然後它看好未來 所以它拿了非常多的錢 然後下去砸了土地 然後等這個房價上漲 所以我們來看剛剛的 在那一張 就是這張 我們這個紅色的 紅色的是房地產的交易量 然後藍色的這個是土地的交易 對 土地交易 那2024年 因為我們的第一季 預估的是比去年要來得高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 從一直以來 土地交易跟房市的交易量 建商是成正比 也就是說通常房市好的時候 土地交易也會熱絡 房市不好的時候 土地交易也是不熱絡 你想想看 當建商的前一波的房子 都卡在那邊沒有賣出去 它怎麼可能有錢 這時候下去跑去囤地呢 沒有 通常所以它囤地的時候 通常也都是房地產的一個 比較相對是已經熱了一波 不見得是絕對的高頂 但通常都是已經熱賣一波 它房子已經賣得非常好 所以大小建商全部都獲利了 然後這時候開始 大家開始買土地 尤其是碰到這個 之前才有一波 就是針對土建容的限制的時候 那的確就是房子 真的是代表是房子賣得很好 那不代表未來一定是很好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現象的部分 易農哥講這個例子啊 完全大家就可以用 很大白話的方式聽懂了 那我自己想要舉個例子 這有點像是你年終獎金 今年突然暴衝 你是不是會包比較多給你爸媽 就是你一定有那個 拿到一定的錢 或是你拿到超額報酬 你才會想說啊 平常看我媽那麼辛苦對不對 看我爸爸那麼辛苦 去買菜啊幹嘛照顧我們啊 好我今年紅包多包一點 我們看一下 建商它到底買在哪 它其實有點類似 像股票換股的一個動作 有沒有就是原本這邊 例如說原本布局的 這個是林口 林口已經漲很多 林口在這邊案子都賣完了 其實通常建商不 不特別會再去買林 它反而跑到這個新裝 或是在往A20還是往來 集結後面再去找新的地 來賣 所以呢這幾個呢 它可能就是一個 未來的一個房市的一個 補漲空間比較大的 不一定是補漲 它就是會是廣告量 因為建商推案量大 它就有相對的廣告 然後相對的這個 把它炒熱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特別的留意 就是說這些區域 可能是你未來 如果你要找房子的話 你可以優先去看 包括這個桃園的話 它是這個中立區 例如說像它這個 好像是體育館園區吧 體育館園區還有清浦 那個地方都還是 蠻多的土地交易量 然後再來是台中的北屯 然後新北市的新莊 跟這個泰山 其實就是跟溫仔郡有關 溫仔郡這個 溫仔郡的附近 其實大家很多建商 開始在佈局 然後台中的北屯跟南屯 它也是有 重劃區的一些效應 那這些呢 可能就是未來交易量大 或是廣告量大的區域 大家可以特別去留意 所以這有點像是 我現在在觀望 就是可能有一些 漲太高的地方 我買不下的時候 我在找其他一些 未來有可能會 比如說有很大的推案量 它這個很大的廣告量的時候 這時候房價通常會漲起來 那這時候其實你可以買它的周邊 就是有跟漲的一個效應 就是你現在還想要買的話 或是說你覺得 我現在房子有賣掉 正好這個可以減便宜 或是說 你可以不一定要佈局這些地方 而是佈局這些地方的周邊 利用房地產的這一個 跟漲的一個特性 因為畢竟這個 比如說溫宅券 你現在要買 也沒什麼東西可以買 但是其實你可以買 它附近的一些案子 新莊回龍那個地方 目前是有 建商在做大型的佈局的 所以我們可以跟著這些熱區 然後來去買一些周邊 利用它幫你大打廣告的時候 你可以跟著長起來獲益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大家好 我是小碧 在快點購月 有新的好物 要來跟大家分享了 在我手上這款 是我們KS品牌 新推出的防曬凝露 這款它很特別的是裡面 完全不含任何的香料 所以對於孕婦啊 對於小朋友 甚至是年長者 想要出門的時候 有一些防曬系數的話 這個都是非常推薦你的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來去 快點購我下單 記得輸入小畢的代碼 CTI008 就可以享有額外的優惠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